世界足坛在有巨星陨落 阿根廷一代球王马拉多纳 骤然离世享年60岁 阿根廷政府随即宣布举国哀悼三天 16岁就加入国家足球队的他 凭着出色的表现 成功在足坛闯出一片天 除了在1986年世界杯足球赛 被冠上帝之手的外号 从此深入民心 2000年更和巴西球王比利 并列20世纪最伟大足球员 这就带您快速回顾 马拉多纳的生平世界 60岁的阿根廷传奇球星马拉多纳 这个月初才成功完成脑血肿手术 出院之后便在家中疗养 康复 进展良好 不料国家足球队星期三烧来二号 指马拉多纳因为心脏骤停 在布宜诺斯艾利茨的家中 与世长辞 一代球王病逝的消息传开之后 只见医警团队聚集在他的住家 相信是把遗体送作铺验 大批民众驻足为官 阿根廷总统府也在同一天发布公告 为马拉多纳哀悼三天 马拉多纳生前被视为世界足坛 最具代表性的人物 也是迄今被公认的两大球王之一 当中最让人津津乐道的 莫过于他在球场上的过人技术 1960年出世的他虽然16岁那一年 身高只有165公分 但是他一股褚褚满志 加入国家足球队之后 发挥小巨人的本色 尤其1986年世界杯对阵英格兰的八强赛 马拉多纳接连破网 率领国家队以2比1拿下对手 虽然慢镜头下看到的是一记首射而非投球 但仍旧背叛进球有效 当时仍赛后说了一句 进球靠的除了是马拉多纳的头 还有上帝之手 这四个字自此成了他的绰号 马拉多纳的出色表现 把自己的球员生涯推上了高峰 甚至被国际足联分为 20世纪最伟大足球员 与巴西球王比利共享这份非凡荣誉 但是他也因为一次碰毒上了瘾 除了背进赛 健康也频频亮灯 国际声望风光瞬间跌落最深的谷底 马拉多纳以戏剧性的方式结束国家队生涯 这个月初手术成功之后却如回光返照 如今传来死讯叫人唏嘘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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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